伊兰市的创新育权中心又有免费课程了 进驻厂商蓝阳工作室九桃报使馆 12月11号、15号、18号跟22号四天 将要开设四场的免费攀岩课程 民众想要体验攀岩的刺激可要把握机会 活动从12月7号开始报名 每个厂次只有20个名额额满为止 脚踏岩石一步一步往上爬 挑战地心引力的冒险刺激 位在东山的九桃报使馆 是宜兰市创新育权中心厂商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攀岩且安全的运动 12月在11、15、18以及22号 开设四个场次的体验课程完全免费 每场限额20人 对对对 右脚对来右手要往右边 同一个颜色吗 对同一个颜色 对还要同一个颜色 攀岩的运动 攀岩的运动每次攀岩的路线都不会一样 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性 但是有很好的一个这种运动的一个风格 这种运动风格当然就是说 会有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参与 来体验我们的攀岩运动 我们看到攀岩运动其实是这个有很活泼的一个运动性质 但是这种其实也是要专业的一个带领 让你入门之后培养兴趣 以后都是攀岩高手 攀岩是从登山衍生出的一项运动 像宜兰多宇在室内攀岩可不受天气限制 体验课程分儿童组及成人组 并将攀岩强度分级 灵活运用肢体来完成挑战 那我们这边的场地是攀岩暴石 那攀岩暴石基本上它是在高度6米以下 下面有30公分到40公分的保护垫 那我们在做的是路线的挑战 所以我们可以爬一些比较限定的路线 然后去做一些指定的动作 那攀岩它基本上可以训练 就是身体的协调性 柔软度 那专注力也很重要 怎么去判别路线 怎么去挑战 去思考说 这个动作要怎么做 对 是蛮重要的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玩 课程从12月7号下午1点开始报名 完成报名只需要缴交500元保证金 上课当天会全额退还 想要体验攀岩的惊险与刺激 可要把握这个机会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财广报道 那我帮你带到 你带到 啊 谢谢观看